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TOPIC初级课堂。 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我是讲师江丽。 好,今天开始我来给大家讲解TOPIC初级实战模拟考试。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带领大家通过TOPIC考试,并且帮助大家拿出好成绩。 有的同学会说,我的韩国语绘画能力并不好,我学韩语的时间并不长,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考试呢? 但是同学们,考试嘛,它是有着很强的规律性的。 好,在我们的课堂上呢,我会给大家分析考试题,并且呢,跟大家分享一些考试技巧。 然后呢,也会带大家做一些相应的词汇练习。 为了提高大家的词汇量呢,我会做一些词汇扩展练习。 在课堂上,我打信号的,或者呢,我说特别重要的词汇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 最后呢,我想强调一下,紧跟着我们的课堂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现在呢,我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TOPIC? 那这节课呢,我们简单的来看TOPIC1。 好,TOPIC呢,就是韩国语能力考试,是由韩国教育部主办的。 那由2014,在2014年7月20号开始改革的。 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TOPIC考试呢,是有很强的权威性的哈。 好,那TOPIC呢,一共分为两个。 我们今天呢,着重来看TOPIC1。 好,那TOPIC考试题呢,只有两种,TOPIC1的考试题和TOPIC2的考试题。 那TOPIC1呢,分为1级和2级,TOPIC2呢,分为3到6级。 好,那TOPIC1级2级没有具体的考试题哈,它考试题只有一种,再一次强调。 好,然后呢,根据您答的分数来决定您的级别。 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140分以上通过这个TOPIC2级考试。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考试地点和次数方面。 好,在韩国呢,一年举行5到6次,而在海外呢,韩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会要2到4次。 有效期呢,一共为2年。 那申请方法呢,如果您在韩国的话,只有一种,一定要在网上申请。 请看这个,可以参考网站。 然后呢,有些同学觉得我的韩语不太好,我申请的时候会不会很麻烦。 但是呢,大家请看这个左上方会有语言选择。 大家可以选择中文界面去申请考试。 如果您不在韩国,在海外的话,您可以网上申请。 也可以去当地的报名机构,报名邮寄报名也是可以的。 好,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考试次数和地点方面。 好,现在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topic考试的题型。 首先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topic考试呢,一,初级呢,没有写作部分。 相信给大家减轻了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们呢,只有听力和阅读部分。 听力题呢,一共有30道题。 阅读呢,一共有40道题。 但是它们的分呢,是分数是一样的,总分都是100分。 然后呢,考试时间是40分钟,阅读呢,是60分钟。 对,可是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有中场的休息。 您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个气质道题全部一下子做下来。 所以呢,不仅要提高你们的韩国语水平,在平时呢,大家也要多练习。 集中精力一下子做70道题的这种练习,也要相应的做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难易度部分哈。 那topic1考试题呢,它的难易度是怎么分配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topic1考试题中呢,有1级的题,有2级的题。 它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哈。 分数呢,各占50分,听力也是各占50分,这是阅读方面,这是这个听力的。 那上、中、下呢,是难易度,上呢,是最难的。 有中等的难易度,有比较简单的难易度的哈,比较简单的,2级部分的。 那2级当然是在初级考试题中最难的。 最难的题呢,只有4道。 所以,如果觉得某4道题特别难,大家可以果断放弃一下哈。 利用这个时间去做别的题也可以的。 因为,呃,我们的目标不是达满分嘛。 呃,当然,你一定要达满分的话,这4道题你们也要努力去做。 听力的最难的题呢,有3道题。 好,呃,分布图我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刚才呢,呃,简单的给大家讲,呃,介绍了一下topic考试。 那我们现在呢,来做一下实战模拟题吧。 好,首先呢,今天呢,我们从听力题开始做。 啊,那做听力题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先看选项。 呃,做听力题的时候呢,前边空白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呃,利用这个时间大家绝对不能发呆啊。 啊,一定要先看选项了解一下。 他们对话中有可能在说什么。 好,我们看一下例题。 다음을 듣고 보기와 같이 물음에 맞는 대답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 就是说我们要听这个, 공부를 해요. 我们要听,然后呢,选择正确的答案。 我们先数试一下选项1. 네, 공부를 해요. 是的,我学习。 공부를 해요? 네, 공부를 해요. 이就是答案了. 아니요, 공부해요, 부,是学习。 3呢? 네, 공부가 아니에요. 是的,不是学习。 4, 아니요, 공부를 좋아해요. 同学们, 뭐뭐를 좋아해요? 喜欢?什么什么. 好的,好,这个第一到第四题的立题部分呢, 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吧. 请听. 다음을 듣고 보기와 같이 물음에 맞는 대답을 고르십시오. 보기. 공부를 해요? 공부를 해요? 刚才我们听到了, 공부를 해요? 学习吗? 네, 공부를 해요. 是,我在学习. 好,那二三四呢,当我们看到一的时候,确定是答案的时候,二三四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好,下面呢,我们来做第一道题。 再次强调,一定要先看选项,了解一下,熟悉一下选项. 第一个, 네, 도서관이에요. 好,是的,이에요,是什么? 是,哪,哪,哪. 是,图书관. 是,图书관. 도서관이에요. 동생们, 도서관 한字词,比较简单,图书관도 있어,哈. 第二个, 아니요,不是, 도서관에 없어요, 어디, 어디에 없어요,是什么? 不在,哪,哪. 아,不在,哪. 도서관에 없어요. 那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呢? 도서관에 있어요? 도서관에 있어요? 아니요, 도서관에 없어요. 第三个, 네, 도서관에서 만나요. 에서 만나요, 동생们, 에서,在,哪,哪,哪,见, 바. 만나요,在,哪,哪,哪,见, 바. 好的,在图书관见, 바. 네, 도서관에서 만나요. 或者呢,有可能说,在图书관见. 是的,我们在图书관见,也是, 에서 만나요. 好的,好,再看第三个呢, 아니요,不, 도서관에서 공부해요. 在图书관,学시, 에서, 공부해요. 在,图书관,怎么样啊,学시. 我们这个重复的图书관我就不写了,哈. 在图书관,学시, 도서관에서 공부해요. 好,那我们看一下, 도서관이에요? 도서관에 있나요? 도서, 어디에서 만나요? 도서관에서 만나나요? 第四个呢, 도서관에서 공부해요. 对, 아니요, 학교에서 공부하나요? 아니요,不, 도서관에서 공부해요. 刚才我们联想了一下,会有哪些问题? 好,第一题请听. 1번 저기가 도서관이에요? 응,第一个, 저기가 도서관이에요. 저기,那,那,那是图书관吗? 저기가 도서관이에요. 是什么什么? 네,是的,是图书관. 是图书관,是图书관. 이에요,是什么? 도서관이에요, 아니예요,是不是图书관. 那如果第一题,不是这个,是相反的, 아니요, 도서관이 아니에요,也是可以成为答案的. 好, 저기가 도서관이에요. 네, 도서관이에요,是图书관. 所以第一题,是,正确答案,那,选择1,确定了234,我们就不用再看了,那,刚才234,我们也刚才相应的做了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了一下,对,好, 학교에서 공부해요? 아니요, 도서관에서 공부해요. 这种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第一题通过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第二题,好,也是同样,先看选项,一, 네, 커피에요,是的,是咖啡,嗯,是的,是咖啡,에요,是什么什么,刚才我们写了,那第二个呢, 네, 커피가 좋아요,是的,喜欢咖啡, 뭐 뭐가 좋아요,喜欢什么什么,啊, 뭐 뭐가 좋아요,喜欢什么什么,好,第三个, 아니요, 안 도와요,不, 덥다,同学们,是热的意思, 안 도와요,不热,好,第四个, 아니요, 안 뜨거워요,同学们, 뜨겁다,是,烫的意思, 뜨겁다,是,烫,不,不,烫,不,烫, 덥다,是,热, 뜨겁다,是,烫,那,显然第三题是,问他这个体温,哈,有没有感到热,第四个呢,可能是, 或者,水呀,或者,咖啡呀,或者,茶等等, 뜨겁습니까, 뜨거워요, 안 뜨거워요, 더워요, 안 더워요,第二个呢, 커피가 좋아요, 네, 커피가 좋아요,第一거呢, 네, 커피예요, 커피입니까, 커피예요, 네, 커피예요, 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好,第二题了解了选项,好,大家请听, 1번, 이 커피가 뜨거워요? 好, 이 커피가 뜨거워요,好,大家只要注意听它的味语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答案了,哈, 像,1到4这个听列,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它的味语,因为它的味语都是不一样的, 에요, 뭐 뭐가 좋아요, 더워요, 뜨거워요,前面, 커피都是一样的, 1,2的커피是一样的,那,味语部分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着重听味语, 那第四个刚才我们听到了什么, 이 커피가 뜨거워요? 这咖啡, 탕吗? 아니요, 안 뜨거워요, 比较简单哈,只要听到 뜨거워요,我们就可以选择答案了,好,第二题通过,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第三题,好,第一个, 지금 갈 거예요, 对,现在要去,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共同的, 갈 거예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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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呢,前面,我们看前半部分不一样, 지금,现在, 지금 갈 거예요,那问题应该是什么呢, 언제 갈 거예요, 언제 갈 거예요,第二个, 식당에 갈 거예요, 식당,地点,我们说什么, 어디에 갈 거예요, 这个疑問词我们可以想一下,第三个呢, 나중에 갈 거예요, 나중에是以后的意思,那我们说什么, 언제, 네,应该问他的时间吧, 언제 갈 거예요, 나중에 갈 거예요, 好,再看第四个, 친구와 갈 거예요, 친구와是跟谁谁谁, 누구와, 누구와 갈 거예요, 응, 누구와 갈 거예요,好,我们看一下, 应该听到哪个呢,但是呢,一和三我们可以看一下, 지금 갈 거예요, 나중에 갈 거예요, 언제 갈 거예요, 他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呢,一和三应该不是答案, 在二和四之间我们可以做选择, 因为一和三呢,他的问题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呢,应该不是答案, 好,二和四大家注意听,好,请听,第三题, 3번 누구와 갈 거예요? 누구와 갈 거예요? 누구와 갈 거예요? 跟谁去? 누구와 갈 거예요? 那个,选项四 친구와 갈 거예요 누구와 갈 거예요? 친구와 갈 거예요 선생님과 갈 거예요 어머니와 갈 거예요 好 跟谁去 如果这前边有收音的话 我们应该是这个夸 前边没有收音 我们用这个夸 夸和夸都是跟的意思 这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夸和夸都是跟的意思 但是前面有收音的话 我们用夸 比如说 助词的选择可以参考 好 第三题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 第四题 好 看选项一 走力까지 가요 夸子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到首尔站 我们走到首尔站 或者我们坐到首尔站等等 到南南南 夸子是到南南南的意思 第二个 现在是一点半 汉系版时间 所以问题应该是什么 지금 몇 시에요? 现在几点 지금 몇 시에요? 지금 1시半이에요 时间 好 第三个 한 시간半 걸려요? 걸리的是需要 多长时间 那个要 한 시간半 걸려요? 我们一般说 얼마나 걸려요? 얼마나 걸려요? 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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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얼마나? 지금 몇 시에요? 얼마나? 서울역까지 얼마나 걸려요? 서울역까지 얼마나 걸려요? 서울역까지 얼마나 걸려요? 到首尔站 到首尔站 얼마나 걸려요? 얼마나 걸려요? 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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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얼마나 걸려요? 可能有人听到这个 서울역까지 서울역까지这个词呢 서울역까지 얼마나 걸려요? 啊 서울역까지我听到了 马上选择1 不对 应该听他的疑问词 얼마나 걸려요?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答案是3 한 시간半 걸려요? 需要一个半小时 需要一个小时 30分钟的意思 한 시간半 一个小时30分钟 얼마나 걸려요? 한 시간半 걸려요? 其实这个 서울역까지是干扰的部分 我们不用听它 好 第四题呢 也是只要听到疑问词 我们就很快就可以选择答案了 好 第四题的讲解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 第五题到第六题 第五题到第六题的问题类型呢 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刚才呢 一到四题呢 是A在问一个问题 是疑问句 你要找到那个答案 应该怎么回答的 但是呢 五到六题呢 这个A说的话呢 不一定是提问的 它有可能只是随便说一句话 这个时候 您应该怎么回应 比方说第一个 맛있게 드세요 就像中国人常说的 慢慢吃 多吃点吧 好好吃吧 等等 但是韩国人呢 喜欢说 맛있게 드세요 那 맛있게 드세요 他应该怎么回复呢 来过韩国的人都应该知道 韩国人吃饭前特别喜欢说 잘 먹겠습니다 我要开始吃了 我要好好吃了 我要开吃了 是这个意思 잘 먹겠습니다 好 맛있게 드세요 回答是 잘 먹겠습니다 好 那第一个呢 좋겠습니다 应该很好吧 모르겠습니다 不知道 太没有礼貌了 第三个 잘 지냈습니다 我过得很好 都是跟这个 맛있게 드세요 是不搭配的 所以 老师 我不知道 잘 먹겠습니다 무슨 말인지 몰라요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 大家应该知道 먹겠습니다 的原型是 먹다 맛있게 드세요 是敬语 드세요 跟长辈说的话 只要大家知道 드세요 和 먹다 的意思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答案了 好 맛있게 드세요 잘 먹겠습니다 好 大家请听一听 다음을 듣고 보기와 같이 다음 말에 이어지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보기 맛있게 드세요 맛있게 드세요 네 잘 먹겠습니다 同学们 드세요 是 먹다 的 진语 对长辈说的话 好的 我们 例题部分 看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 模拟题 第五题 先看一下 选项了解一下 一 천만에요 천만에요 一般是 什么时候 说的话呢 他说 谢谢的时候 我们会说 천만에요 好 第二个呢 감사합니다 천만에요 第三个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下次再见 第四个呢 제가 도와 드릴게요 我来帮你吧 那这是 什么时候 说的话呢 可能 A 可能会说 제가 도와 드릴게요 그러나 A呢 A说的话呢 应该是 누가 도와 주시겠어요 제가 도와 드릴게요 我来帮你吧 好的 第四个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五题听리 请听一听 5번 도와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好 도와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 为什么 도와 주셔서 因为你帮助我 所以呢 我很感谢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答案应该是 천만에요 감사합니다 천만에요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这个呢 大家要记下来 如果有人跟你说 감사합니다 你应该说 천만에요 好的 刚才我们看到了 第五题 好 选项呢 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 제가 도와 드릴게요 我来帮你吧 对 누가 도와 주시겠어요 谁要帮我呀 제가 도와 드릴게요 应该是这种情况 第三个呢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감사합니다 他的回答是 천만에요 好 刚才我说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第五题到这里吧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第六题 好 请看选项 1 안녕하세요 你好 第二个 반갑습니다 반갑습니다 第三个 네 죄송합니다 对不起 第四个呢 네 안녕히 가세요 请 만족 好 我们第六题呢 也是同时来听一下吧 6번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好 第六题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下次再见 有可能说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可能说一样的话 但是呢 没有 没有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 第四个 네 안녕히 가세요 请 만족 分手的时候说的话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或者呢 안녕히 가세요 所以第四题是正确答案 但是呢第三题 네 죄송합니다 对不起 分手的时候 为什么说对不起 반갑습니다 显然是不 是见面的时候说的话 안녕하세요 太简单了 考试中应该不会出现 是你好的意思 好 刚才我们看到了 听力第一到第六题 好 再一次强调 做听力题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选项 了解一下 然后呢 您可以想象一下 他会问什么问题 因为前面空白 时间是比较长的 还有呢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听力会放两遍 因为我们课堂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们只放了一遍 好 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 听力的讲座呢 到这里吧 大家辛苦了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再见 再见